周五,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,就美方在当前中美高级别战略对话中,对中国的挑衅性行为和无端攻击指责发表评论时表示,美方应该知道,中国不会容忍任何外来势力干涉其内阵。 在阿拉斯加举行的中美高级别战略对话开幕式上,中美外交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,美方对中国内外政策进行了无端挑衅、攻击和指责,中方予以严正回应。 赵立坚在周五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说, 美方能够清楚,中方在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方面,我们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。 美方也应该清楚,中方已经十分坚定地表明了立场,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干涉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